为什么运龙的新品更新的这么慢 微博也不更新 他们是在山山工作里边没信号吗 好 那我们就去上山屠龙 啊不对 这不是屠龙刀 这是一条变缘线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育龙运电子的公司 然后我们这边请 哈喽 你好 你好 龙哥 又见面了 才一周而已 接下来就由龙哥带我们参观一下育龙运 好吧 先看一下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吧 我们这里主要是一些硬件设备 这个是一个8G的网络分析仪 可以测一些元器件材料的频率特性 对材料分析非常有用 这个是一台示波器 示波器它的带宽是1G 主要的特点的话是 装了非常非常多的选件 这个选件的话可以分析各种各样的电信能的特性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做产品的时候 研发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电子产品有很多音频之外的特征 比如说它的电池兼用性 电池特性 有很多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我们的话也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这是我们的试音室 这一台的话是一台瑞士的 Stilda807的母带开发机 以前的唱片公司都是用这个来做母带的 用这个母带录音之后的话出了唱片 它的音质会比较好 最难找的就是它的母带 现在几乎是买不到的 这个是雨果唱片的易老师拷贝给我的 就是这些唱片公司的大佬才有资源 对对对 它拷贝给我的原始的母带 它主要的特征就是它非常的有模拟味 现在的话很多器材都是数码味很重 导致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 你要接触到这些东西才能深刻的体会到 什么叫声音的模拟质感 这台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转盘 自己做的一个转盘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简单 它成本太高 而且用飞利普的转盘机芯 对 CDPO 不光是CDPO 还进行过改装 始终啊 光是始终 光这个机芯都改装过 这个轴都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这一套就是瑞士天晴的 然后 到够气盘 我知道这很贵 价格也不便宜 也三十几万 转盘加分体电源 再加解码三件套 这台机器的话是我朋友的 他听起来不是太满意 就拿给我帮他打过升级 我们拆开了之后 看他的话那个时钟环节比较薄弱 然后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时钟模块 把那个时钟模块替换掉 我帮朋友改机器 不是改一堆的话 很发烧的元器件上去 如果改太多的话 基本上没有它原来的特征 只是把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把它改掉就行了 这边这一套是我们一个耳机测试的系统 为什么会有一对音箱 它不同于常规的音箱 这对音箱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进场监听的音箱 它放起来跟耳机是一样的效果 就类似于KK的那种感觉 进场 对 非常近的距离 它坐下来听的话 实际的生产效果跟耳机是一样的 别耳机稍微好一点 这里这下面的话有非常多的专业解码 这全部都是解码器 全是专业录音棚级别的 每一台它都有自己的特征 调试的时候会进行对比 有很多个不同的参照物进行对比 会很容易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声音 小龙的这个进场系统我觉得也是非常科学 因为它已经有这种大型的扬声器 这种作为一种中原厂的一种聆听的系统 然后必须要有一套进场的系统 这是一个一种补充 它对声音的细节捕捉 比那个大喇叭的话更加容易捕捉到 因为它不受环境的影响 大喇叭的话它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我们也是非常多的耳机 几乎常见的耳机都有 它是我见过耳机最全的了 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动圈 像屏幕面 震膜 静电 什么都有 它自己可以办个耳机掌握 音响发售友呢 肯定不光是的话讲器材 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听音乐 所以里面外经常带很多发售友过来玩 小龙这边已经成了我们这边 深圳的一个 聚集地 对 发售根据地 因为很多朋友都挺喜欢这边的 因为它这边第一 首先有模拟音源 数码音源 然后又有音响系统 又有进场聆听的系统 又有耳机系统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满足很多发售友 需求的一个根据地 我也经常买一些黑胶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不调音的时候 也是经常听 小龙的唱片 就是涵盖的品类是特别多的 它不仅听古典 然后流行特别优秀的爵士 然后一些电影原声 各种风格的音乐它都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点 只听某一种类型的音乐 其实是不足以对声音 对音乐有一个很完整的认知的 你肯定会要兼容并蓄地听很多类型 才能对音乐有一个更宏观 更客观的认知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了运动店的老板 龙哥和李木白 作为我们的访谈嘉宾 大家好 我是音乐和音响的一个爱好者 一个发烧友 也是运动产品的一个忠实粉丝 因为我运动过很多产品 你从最早的选择 跌8 跌9 跌10 再来到后面的金丝雀 还有天音座 你都在主打一个工程叫 甲类放大模块 特别针对耳机发烧这一块 因为你的耳机输出孔 是在耳机发烧特别非常好 那这个你是怎么听见的 晶体管电流它处于电流比较大 一个甲类放大的状态下 声音会比较温暖 对 这是你的一个一大特点 对 他说我之前用一个非常冷的耳塞 就声音很中性 很透明 它是有点监听味的耳塞 当我插在你那个最便宜的一个解脉耳发 就金丝雀上 我发现这声音挺好听的 非常好听 一下变得很温暖 很浓郁的音色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器材 把那个性能指标做得很高 功率也做得很大 你可能粗一叉下去 还觉得解析非常好 然后动态很重 对 但是你不耐听 时间久一点的话 就觉得这种声音非常刺激 对 没有那么耐听 对 不耐听 它是属于声冷硬的一种风格 甲类的话 它可以把声音做得很温暖 很柔和 对 特别的顺 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就是真正的欣赏音乐 咱们一种的产品 在同行业竞争中 能更为战绩优势的点 这一句也优势的是调音 我们这个品牌也做了十几年 是长时间的 不断地去学习 去接触很多的发烧友 跟一些音乐唱片制作人 跟一些自身的一些行业人士 去学习 去理解 去积累这些经验 用这些经验做出来的产品 才是真正的话 能够拿来欣赏音乐的东西 小龙鞋码器是很多音响发烧友 他挺喜欢的 这个鞋码体积很小 但是接在大系统上面 声音表面也非常出色 就能撑得不强烈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有些只专注于玩耳机 那些群体的设计出来的产品 只适合听耳机 它上不了大台面 大系统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产品是先用大系统 把声音的基调定下来 最后才去调试耳机的系统 因为如果你单纯的是用耳机去听的话 很多东西它是听不到的 比如说声音的众声 层次感 对 舞台层次感 那种线长的还原感 用耳机是听不到的 这也是声音的基础的一部分 把这些调试完了的话 再用耳机去调会比较正确 目前市场上 你看电械音频市场是一直在 的蓬勃发展 播放器我就不说了 像一些很便携的解码耳放 包括是锂电池供电的 或者一些我们俗称的小尾巴那种 就插在手机上 或者插在平板上 就可以用的 比方说EQ的蓝蜻蜓 乐图出来的那个S1 类似这样的产品 其实商量挺大的 然后这一块玉龙 在后续会不会有一些这种跟进 会 实际上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一直都有开发 但是我们就不想开放一些 变形的东西 很多东西发挥不出来 我们有开发的这款产品 前期投入了很多 到最后都不做了 放弃了 我们现在呢 有做一款 带MQ带蓝牙 解码的风雨天气 然后做出来的 也是一个大砖头 反正就是随身扛吧 我估计这种产品 反而会受欢迎 因为大家都在往非常的紧凑 非常小的体质上发展 它出一款 反而在供电上不怎么妥协 比较大的 但是又能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移动的这种产品 反而是有一定市场的感觉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二位 能来到我们雷音的采访 谢谢两位 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了 Ending 以上呢 就是我们御龙探访的全部内容了 下一期我们将带领大家到海贝电子 然后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